加拿大门 还有两天 弹载岛即将迎来全新的第16赛季 少博海洋季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名字听起来给人一种不太靠谱的感觉 今天呢 醒醒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咱们新赛季的皮肤大爆料 首先来看赛季宣传图 应该还是老套路 这个赛季的主题是 曹娃大作战 最中间的小鲨鱼 不出意外就是这个赛季的制真皮了 还有左右两边最显眼的两个 也就是这个赛季的两款紫皮 剩下的这些 醒醒就不介绍了 毕竟王仪宣传的时候 也没怎么介绍它们 来看看这些皮肤的介绍 首先制真皮的名字叫做 沙利娃 是一只机械鲨鱼 它的梦想是去大海里看看 那鲨鱼为什么不能去海里呢 因为它是一只机械鲨鱼 而且防水还不好 以筛选处与防水 以延伸需求相关的 久久改造项目 好家伙 你这就算是机械鲨鱼 也不至于一点防水都不做吧 关键是它还漏电啊 还有很多大奶说 它长得跟药箱有几分相似 好像确实是 虽然能明显看出来这两个不同 但总感觉它俩 有莫名其妙的关系 真的吗 接下来是紫皮 猴猴猴 它是一只超强玩具 有着高达五颗性的智商 还搭载了个 这个什么云计算系统 听起来确实很强 是一个超级AI机器 不过 这家伙居然企图入侵公司机密系统 这听着怎么有点像反派角色啊 等等 这只猴猴猴 越看越眼熟是怎么回事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哪个道 小蓝帽同系列是吧 这些都不是重点 通过介绍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这两款赛季皮肤都是机器 但是来听听它们的语音包 听出来什么了吗 醒醒听说 这位鲨鱼美少女跟药星是同一个配音演员 不行不行 想办法让我哥送我一个 到达预生目标 自动旋路系统关闭 这这这 这是AI机器该有的音色吗 反差感也太强了吧 最强机器AI猴 却有着低沉磁性的声音 汪怡 还是你会玩啊